第351章 我们还需要收集一下你灵道的土壤,以及大灵雨树的灵雨 哦,你们随便 青年颠了颠灵带,随后放到傀儡马的口袋中,结印施放大灵雨树 傀儡收集了土壤雨水和几株灵道之后,乘坐灵州返回了 隐灵门,徐凡看着手中新鲜拔出来的灵道,又看了看收集到的雨水和土壤 这就是有功德气韵的好处吗? 徐凡身后凝聚出了功德气韵组成的宝盖 此时,上面的纹路清晰可见,比刚开始的时候凝实了数十倍 最近无论是宗门内还是宗门外发生的事情都越来越有利于隐灵门的发展 徐凡摸着下巴 减去挽救那几百亿的凡人,给他们安定生活得到的功德气韵 剩下的从九凤岛得到的功德气韵的程度来看 那边的发展速度超乎我的预料呀 嗯,这位灵修师要多多给予特殊的照顾 以后让他专门做育种就行了 这样的人才,不好好利用就可惜了呀 这时,徐凡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来自于因果层次上的恨意 妖姐,丽牛一族 岳湖妖尊正强忍着怒意 对着三位丽牛一族嘲讽的眼光,和他们道歉 丽牛一族,他惹不起呀 走吧,这次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报仇就算了 我,麻烦牛妖尊了 岳湖妖尊双眼通红,化作一道顿光,向着领地顿去了 半路上,他路过一个只有合体期的小卒 失去理智的他,把小卒屠杀殆尽 捏随那最后一只幼崽之后 拿出那件假冒的迁锣仔,一字一顿地说 人族,咱们没完 岳湖妖尊的眼中满是疯狂的杀意 回到岳湖盛城,他开始盘算家底 打算再次请外援 他的目的是,图进钢铁长城之内的所有人族 用人族的尸骨做宫殿,用人族的鲜血洒满这片大地 仙气级别的灵况,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 十几千我族前辈非生时留下的顶级稻气招过来的妖尊 我就不信,灭不了这一小块人族 尹灵岛,闭上眼许久的徐凡,慢慢地睁开了眼 这货已经失去理智了 哼,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不但抓他们的炼器宗师,还给了他这么大一件赝品 这时,李星辞化作一道顿光飞来 看到徐凡之后急忙说道 师父,岳湖妖尊已经回来 这一次,他打算掏弓家底,找过多的妖尊来灭掉钢铁长城 命令用足中重宝,甚至是炼制仙气的灵况 打算再找六位战力高的妖尊来进攻钢铁长城 是要把斩链尊者给杀了 徐凡嘴角翘起了弧度 为师知道,大戏就要开始了 万事俱备,就差鱼儿上钩 在徐凡的命令之下,携带着轨道炮的镇妖星 已经飞到了数千里之上的高空藏起来 怕被提前发现呀 岳湖盛城中,所有妖尊都同情地看着岳湖妖尊 这次,还请各位妖尊助我最后一把 我耗尽家底,只为租进那钢铁长城之内的人族 事成之后,我岳湖一族不求半点利益 我将带着族人壁族,三千年内不出事 岳湖妖尊说道,他想好了 解决完这段仇恨,他回到妖界 培养出第二位妖尊之后,直接飞升 人家的路子太野,不适合他了 双郎妖尊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你决定了? 对,心头之怒不平,我道心不平 我要那块太阴月石 好 妖尊们赶紧说出了自己想要的宝贝 岳湖妖尊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可以 好家伙,老祖宗留下的家底都不要了 只为了复仇 我有一条件 我要用人族那三位尊者的头颅泡酒喝 我要人族所有人在绝望中死去 我要让人族的血流满这片区域 剩下几名妖尊互相对视一眼,随后点了点头 好,在此等候其他妖尊来源 后边我们全力进攻人族 炼器宗师不救了吗? 看情况,虐杀人族重要 尤其是神族中尊者与炼器宗师 就在岳湖妖尊是要灭掉钢铁长城之时 徐凡还在那里乘着小船 悠闲地在十万里巨湖之上推演功法 他周身浮现着功德气韵光轮 光轮中有无数玄奥的经文显现 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围绕在他的周身 万妙之言,巧克力 顿时,围绕在徐凡身边的力量 变成了一块德服巧克力 徐凡十分高兴 哎呀,还真是成了 这个如真言术一般的神通 是他根据上古神通改良而成的 前提是要用到大量的功德契约 拿过巧克力啃了一口 徐凡嘟囔一句 嗯,这黑桥有些苦 下回要姓人的 这时通讯法宝震了一下 三个月 看来还是要等等 徐凡笑着说道 随后一时通过葡萄 玩起了虚拟游戏 虚拟游戏中 正有两个王朝在争霸 这是完全属于凡人的游戏 徐凡在一处高坡之上 看着两个国家队列 除了那几十座人族主城 这是游戏中 剩下的野外中就是一些新手村了 有野心的人可以在这里面招募人手 建立凡人的王朝 可以争夺那无限广阔须余的野外空间 在游戏里 金丹七和三阶天魁师以上 是不允许参加凡人王朝战斗的 所以以前的皇帝带着他们的臣民 在游戏中再次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已经是有模有样了 当然 这一切都在徐凡的默许之下 毕竟能够成为天魁师和修仙者的只是少数 更多的还只是凡人 此时 两方王朝大军 已经进入到了战将单挑的阶段 大军中走出两家傀儡 全部都是铸击七战将系列的傀儡 徐凡看着下方的战斗说道 不到 这天魁师很有水平嘛 战绩方面挑不出什么毛病 游戏中的王朝势力 是不是发展健全了 原有国家几乎全在游戏中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目前诸国已经基本稳定 万国争霸才刚刚开始 以现在游戏中的区域资源 大概能剩下几十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那就弄一个资料片 王朝崛起 加速这些王朝相互入侵 等到剩下一百个国家的时候 开启第二资料片 南蛮入侵 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后 再开启第三资料片 妖族入侵 第四资料片 万族争霸 这些够百年用的了 等百年之后 差不多他们就玩完了 这片区域一稳定 就可以把人族放出去 繁衍生息 百年之后 又能恢复以前的盛况了 明白 主人考虑深远 什么深远不深远的 别拍马屁了 这种玩意儿 你以后自己看着办 第352章 下方战场上已经分出了胜负 战胜方由猛将带领着本朝部队向着敌方全力发起进攻 徐凡打了个哈欠 打打杀杀的 没什么意思 苦道 最近有没有发现那种很有天赋的炼气师 或者炼丹师之类的 在游戏里 不光培养灵直师 系统还培训炼气师炼丹师呢 炼气师发展比较稳定 没有出现太多有天赋之人 炼丹师倒是出现了一位又有炼丹宗师天赋之人 一道光幕出现在徐凡的跟前 上面是一个有炼丹宗师潜力的小男孩 徐凡点了点头 嗯 把他接回到宗门的炼丹峰上 起一个带头作用 明白 这时 整个游戏世界中 响起了一道宏大的声音 万国争霸开始 就在徐凡悠闲闲逛之时 三个月悄然而过了 岳湖族圣城中 聚集了数十位妖族的妖尊 现在 岳湖一族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因为在圣城中总有岳湖失踪 第二天在阴暗之地 发现尸骨或者是烂肉 全圣城都知道是来支援的妖尊干的 岳湖妖尊也不在乎 现在他的心里只有报仇了 最后一位妖尊来到岳湖圣城之后 岳湖尊者看向了钢铁长城的方向 开始了 这时候徐凡操控着一架炼须傀儡出现在钢铁长城之上 接着玩水之后让他认你孙子为主 徐凡把封印的重水圆刀和控制戒指丢给了斩铃 嘿嘿嘿 我就知道大长老会还给我的 很快 钢铁长城之外的天空上 一层恐怖的妖云汇聚 远处 无数妖族大军慢慢逼近钢铁长城 在妖族大军之上 有妖尊的分身虚影 虎视眈眈 不到 锁定所有妖族真身 徐凡淡淡吩咐 那座携带着轨道炮的镇妖星最主要的威能 就是加强了探测灵力波动 和其他的镇妖星形成探测阵法之后 一般的妖尊躲不过他的探测 斩铃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大长老 赶紧来上一炮呀 让我看看这大杀器的威力 钢铁长城之上 在这里镇守的一代弟子 期待地看着徐凡 想见识一下大炮的威力 徐凡笑着说道 不用那么心急嘛 咱们这第一炮必须要有威慑力 要把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击溃 手中有了大杀器 他心里不慌 第一炮一定要打倒装逼打脸的效果 此时在众人视线之内 妖族大军的样貌已经显露出来了 全都是四大妖族的精锐 至少是园英级别以上的妖族 配有妖族的法器 越护妖尊的虚影 出现在钢铁长城之上 这货已经仇恨上头了 人族 我要用你们的骨头 打造我族宫殿 日夜用你们的鲜血洗刷 月护妖尊说完 天上出现了十道巨大的妖尊虚影 对着钢铁长城直接杀了过来 诶 这剧本不对啊 你不应该要武扬威一番 把逼装足了再杀过来吗 诶不当第二套方案 大长老 要不让我先杀几只再说 斩铃手中出现了重水原刀 正一脸战意地盯着扑杀过来的妖尊 徐凡摇了摇头 诶不用 看戏就好了 这时宁道的身影出现在徐凡身旁 镇守那边两届通道的尊者前辈让我问问 用不用帮忙 不用 让前辈继续镇守 这里我能搞定 过段时间 我帮前辈脱身 这时 天空上落下一道红光 就在马上落在月护妖尊真身之上的时候 一尊常有万丈 如甲虫一般的巨甲妖尊真身出现 挡下了那枚主炮 月护妖尊猙獰的大笑的 人族就这点手段吗 今天注定你们灭亡 斩铃长老 看着一炮帅不帅样 徐凡话音刚落 一道超越光速的物体 闯过巨甲妖尊的重甲 轰入到大地之上 巨大的能量 撕开了巨甲妖尊的身体 能量倾泻到大地之上 形成末日风暴 瞬间席卷钢铁长城之外的妖族大军 这是什么 月护妖尊眼神中 充满着震撼和不甘 脑海中已经浮现着 自己没有招惹人族之前的美好生活 随后 天空中的轨道炮又射出四炮 分别轰到了四位妖族的身上 直接击杀两位妖尊 重伤两位妖尊 所有妖尊身形一顿 发疯一般向着月护圣城飞去了 又有树炮击伤了剩下的妖尊 唯独只剩下了月护妖尊 妖族大军一看 妖尊都撤退了 那他们留下来不是找死吗 于是乎 妖族大军带着恐惧 四散而逃 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 徐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几炮帅不帅呀 展灵一脸震惊地看着钢铁长城之外 大招老 答应我 以后不要用这玩意儿锁定我 我可害怕了 宁道回过神来 喃喃自语道 咱们林森先生 大招终终于安全了 好了 都别发愣了 除了月护尊者 其他的都被炮轰得半死了 展灵长老 该上去收割了 展灵猛然惊醒 化作一道血光 向着钢铁长城之外飞去了 随着钢铁长城外的硝烟散尽 后勤大队维修傀儡出来 开始修整支离破碎的大地 宁道期盼地问道 大招老 什么时候去另一处两界通道看看 另一处两界通道里 快要镇压不住了 镇守那里的金氏尊者 经过长期的战斗 已经有暗伤在身 战力大不如前 徐凡想了想 过几天吧 等我彻底收拾完这些妖尊 如果有紧急情况 可以给我发消息 我会炮击支援的 多谢大招老 宁道走后 徐刚出现在徐凡的身旁 一脸神亡地说道 师父 那就是咱们隐灵们的大杀机吗 徐凡随意地点了点头 好对啊 师父 你说神通秘法 能不能达到那样的威能 刚才那一炮 彻底击中了徐刚的灵魂 他光是想一想 都有一种灵魂未知颤抖的感觉 第三百五十三章 虚凡说道 为师记得曾经教过你雷炮神通 你还记得吗 是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时阿姆斯特朗炮吗 徒儿对这门神通甚是喜欢 虽然现在已经不太实用 但偶尔会练习练习 这个是钳制神通 只有学会这个 才可能达成那样的威能 徐凡说着 从手中弹出了一枚玉简 这就是晋级的神通 你好好练习 等练习到最终神通的时候 就会有这一炮的威能了 师父 这门神通又叫做什么 炮解的那一抹春光 徐凡在心中感叹 有些东西 再也回不去了 斩灵一刀解决掉了 已经受重伤的妖尊之后 站立在半空中 一脸陶醉的表情 这已经是他斩杀的第五只妖尊了 算上在钢铁长城之外 被炮击的两只 他已经吸收了 七只妖尊的真灵和气邪 他的血海已经开始晋级了 唉 可惜那个玩火的 他已经飞升了 要不然 说啥也要去干他一家 此时 岳湖 圣城已经大乱 无数知道消息的妖族 想要逃回妖界 出去十一位妖尊 只回来了四位 三位还是重伤的 在妖尊眼中 没什么是比这个还要恐怖的了 三位受伤的妖尊 一回到月湖圣城就开始大开杀戒 疯狂地击杀能看到的所有月湖 他们吸收灵魂气血 恢复伤势 月湖妖尊出现在他们跟前 一脸铁青地说道 血腹妖尊 巨蜥妖尊 恶缘妖尊 停手 这是个意外 原来你们月湖一族 早已背叛妖族 投靠人族了吧 血腹妖尊怒道 随手抓来一只合体骑月湖 开始吸食血气 我与人族有着血海深仇 怎么会投靠人族 要不然 怎么唯独你没有受到攻击 我 这是人族的诡计 你们看不出来吗 算了 日后时间多着呢 咱们慢慢玩 我们的约定还没有达成 你们不能走 月湖妖尊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杀意 傻子都知道 让他们回去了 后患无穷 血腹妖尊大笑的 你想杀我们 这时 一炮自上而下 穿透了血腹妖尊的身体 化成了一团血雾 又有两炮打来 已经警觉的两个妖尊躲开了 向着两接通道亡命地奔逃 月湖妖尊 你还说没有投靠人族 据悉妖尊的声音从通道中传出来 月湖妖尊想上前追赶 可被一炮打穿了半个身子 意识模糊 晕倒在了原地 此时 妖族圣城之上 数千艘大型灵舟 浮空于上 灵舟上落下了一对对傀儡 开始扫荡整座圣城 一个长相普通的月湖 带着一只月湖幼崽 来到了月湖妖尊的身旁 他眼中闪过一抹凄凉之色 随后带着月湖妖尊的身体 向着两接通道走去 沿途扫荡的傀儡 自动让出了一条道路 李星慈 站在天空上面的一艘灵舟之上 摇着头 与其这样 还不如直接去死 那位长相普通 但很受月湖妖尊喜爱的面手 在最后一次给李星慈 传递消息的时候 恳求李星慈 放过月湖妖尊 他不死的话 会承受比这更加备惨的人生 我只要他活着就行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记住你的承诺 回归妖界 他死之后 你要带着孩子 勇士效忠我引灵门 李星慈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弹幕 妖族的事 再感人 也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月湖走进两接通道之后 整座圣城开始全面扫荡 至于圣城中的月湖妖族 全被战斗傀儡联合绞杀了 三天之后 徐凡看着眼前堆成一座大山的珍贵灵矿 不由笑道 不愧是大族啊 底蕴的确是深厚 好了 全部封存在宝库中 展宁长老 虎孝尊者 灵修尊者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三位的定制道气 我现在就着手修炼 最多三年 就会让你们用上 你们满意的道气 多谢大长老 其实我们两个也没有出多少力 哎 不能这么说 没有两位尊者在这里 咱们的钢铁长城 也坚持不到现在 大长老说笑了 和几位尊者又聊了一会儿 徐凡回到了地下空间中 两界通道危机解除之后 应该可以去妖界那边看一看了 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 两个地下傀儡基地 对了葡萄 把轨道炮移动到 另外那处两界自然通道的上空 遵命 徐凡随后 给宁道发了一条消息 正在临森仙城的宁道 得到徐凡的消息 瞬间激动起来 向着那一处 被长老会严防死守的 两界通道处顿去了 三天之后 随着轨道炮发威 整个隐灵仙城区域的所有妖族 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徐凡随后也见到了金氏尊者 一人镇住两界通道 另一头的两个大妖 双方相见恨晚 主要是金氏尊者 也是一位练习宗师 刚入门的那种 同行相见 最是容易聊嗨了 两人带着气氛组担当斩铃 足足聊了一夜 临走时 金氏对徐凡说 有一个关于轨道炮的致命缺陷 徐凡很是感激 临走时 亲自把他送到了引灵门之外 大长老 那金氏尊者 说的是不是真的 对于虚化的妖尊 无效 徐凡含笑看着他 哼 展灯长老可以试试 炼制轨道炮的时候 徐凡想的有点多 只要锁定了 别说虚话 躲进空间裂缝中都没什么用 还是算了 万事周全的大长老 岂会没有想到这一点 虚拟游戏中 天魁师总部 这是一座堪比凡人俱成的总部 负责天魁师的培养 考核 傀儡租赁 还有维护 有时候会发布一些专属任务 此时 一个长期任务 出现在了总部的大厅中 组建团队 外出剿灭妖族 要求三阶天魁师一杀 报仇为 中年屠夫和展灵 站在大厅里 展灵说的 咱们组个队出去玩玩吧 万一找到隐藏的灵脉之地 那不就发了吗 现如今 林森仙城的区域 已经没有妖罪威胁了 他可以清闲下来 做一些喜欢的事了 第354章 行吧 咱们做一搜中型灵柱 就可以出去杀妖族去了 这段时间 中年屠夫通过了 五阶天魁师的考验 已经是五阶天魁师了 随之而来的 就是更新换代 需要大量的灵石 这时 一架化神器的刀客傀儡 走过来看着两人说的 可不可以教我一个 中年傀儡看着这架化神傀儡 有些不好意思 咱们合作 咱们合作虽然是厉害 但是我想赚灵石 买顶配的化神器天刀傀儡 你要加进来 我怕妖族不够分的 他与剑客傀儡 虽然少有交集 但是作为游戏中 顶尖的天魁师 他对于对方的战力 还是非常了解的 一旦组队的话 遇到妖族 不够他们杀的 少年眉头微皱 你要是嫌处理妖族尸体麻烦 可以在游戏中 租个百人队的后勤工具傀儡 这样就可以尽情地屠杀妖族了 善后的事交给他们就行 斩灵也知道 这少年不愿意 为除战斗之外的琐事 浪费时间 傀儡少年随口说道 可以这样 多谢 客气 很快 中年屠夫和斩灵 租了一艘中型的 带有冷酷的中型灵舟 便进入了傀儡操作舱中 钢铁长城 一艘借着一艘的灵舟 从之后升起来 飞向钢铁长城之外 庞大的战斗傀儡大军 开始洗劫另外三族 他们虽然没有把圣城搬过来 可临时基地之内 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我妖族一定会在军土重来 你们人族等着吧 一位合体七帝雄 在十架炼须战斗傀儡的围剿中 怒而自爆 葡萄命令道 找寻空谷 继续寻找下一只合体七巨熊 随后有后勤傀儡过来 收集那些被炸碎的炼须傀儡 远在引领党的徐凡 看着这一幕 笑着说道 还别说 妖族中的大族 还是比较有骨气的嘛 一旁的穿衫甲说道 的确 在妖族中 那些大族都经历过 妖族辉煌的时代 在他们眼中 是人族背叛了妖族 这么说 那些没有见识过 妖族辉煌的小族 很容易叛变吗 差不多 只不过效忠对象 如果是人族的话 可能会困难一点 但也仅仅只是一点 看来你以后的任务 不算太过困难 徐凡笑着拿出了四件 专门给穿衫甲炼制的盗器 土流灵州 云引内甲 天魂甲 土灵珠 这四件盗器 可以保你在妖界万无一失 只要不作死 另外 我还为你准备了十万只 完全听从你命令的妖族 全部都是不知名的小族 作为你初始班底 希望你凭借这些 能在妖族中有所作为 多谢主人 穿衫甲一定不负所望 好了 去吧 穿衫甲再次对着徐凡跪下 磕头之后 向着卫星岛蹲去了 这时 一号分身来到了徐凡的身旁 本帝啊 你这是要让妖族内部乱起来啊 徐凡笑了 哼 到不了那种程度 只是添一点小麻烦而已 一号分身没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问道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你猜 有什么好猜的 不就是宗门现在 到妻级别的灵况多了 想练制几座轨道炮呀 徐凡笑咪咪地说 三甲 不急 你也不用练制 指挥着那些妖族练起宗师 外加葡萄控制就行了 你呀 就是把控一下品质 嗯 可以 两年时间 怎么样 没问题 你没事的时候 可以自己琢磨东西玩 宗门宝库的灵况 随你调动 葡萄最近说 一号分身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弄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那就让他去玩 一号分身离开之后 徐凡拿出一个缴获的水晶球 开始把玩起来 这上面有时光之力 他想着以此为核心 怎么能炼制出可以消耗寿命的倒计 引灵学院 又是一届学院大笔 总决赛是李雷虎和林莫丸两大胜体的对决 台下 二远手里拿着一串鱼丸 兴奋地大喊 老虎加油 李雷虎看着二远皱着眉头 知道自己打不赢 还加什么油啊 林莫丸瞇着眼睛 看着李雷虎 小老虎 你可要想好 你要是不认输的话 一会儿我的藤鞭抽上去 可把控不住力道了 尤其是抽到你屁股的时候 老虎加油 洗刷耻辱 不能再让这个女人抽你的屁股了 还抽了三次 二远在台下 看热闹不嫌事大 大声说着李雷虎的丑事 我跟你呢没抽吧 这么弄我干什么 李雷虎此时此刻 倒是不恨抽自己屁股的林莫丸 反倒是想和二远决一死战 好了 别废话了 开始吧 我已经想到了破除你法术的办法 李雷虎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大刀 眼中雷光闪现 一刀挥出来 雷刃围着李雷虎身边旋转 这是他想出的克制木系法术的办法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 没用的 林莫丸首结法印 擂台上出现了无数木藤 对着李雷虎席卷而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抗争 最后李雷虎被一个图腾缠在脚上 掉了起来 随后就是一阵凄惨的打屁股喊叫声响起来 引起下方那些观战弟子们童年悲惨的回忆 全部都不自觉地摸了摸屁股 远处观战的月仙笑着摇了摇头 那万雷胜体刚好碰见前妻克制他的法术 也就是练期期的时候弱一点 等到修为高之后 谁打谁的屁股就说不准了 话说 我以后要不要阻止一下 毕竟一个女孩子被打屁股 感觉很是不好啊 这时他收到了一条消息 外门学员的弟子们 想和内门学院的弟子们比一比 这个有什么好比的 外门学院那群弟子 天赋明显要比内门学院的强 年纪也大 真的要比 也是十年之后 月仙直接回绝了 他可不想手底下的宝贝们 现在还经不起蹂躏 外门倒 主管长老有些无奈地 看着外门中的两位天才 内门学院回绝 他们入门的时候 大部分只是十二岁不到的孩子 现在才过多长时间 你们一来就比他们年龄大 要比试 也是过几年之后的试 长老有些疑惑 为什么明明有些天赋 很不错的弟子 不引进内门 仅仅是因为年龄吗 看着白炫不甘心的样子 长老说道 你也不要不甘心 内门的事我也知道一点 他们享受到的资源 跟你们差不多 唯一的好处 可能就是 坐在学院的灵力圣地 咱们万门岛的灵力 其实也不差 多谢大长老劝道 白炫行了一礼 带着秦璐 退出了外门事务服 第355章 在路上 秦璐说道 想想也是 现在那群内门弟子 都是孩子 平时看你也不是那种 争强好胜的人 怎么在这件事上 我只是想在一个更好的平台 为宗门效力 我也有资格去那样的平台 让宗门 看到我的实力 白炫看向了 引领岛的方向 眼神中充满着留恋 这种事以后再说吧 以后实力强大的宗门 自然会考虑 把我们纳进内门 希望如此吧 妖界中 距离岳湖妖族腹地 一万里处 一个隐秘的地方 妖族尊者 悠悠地转醒过来 先是沉默不语地 看了看四周 直到看到 那最宠爱的面首之后 眼神才有了一抹神采 为什么要救我 孩子不能没有爹 有我在人族牵连的 那些妖尊 岳湖一族 在妖界 已经混不下去了 作为一族支掌 她是很痛苦的 有什么比把种族 带进深渊 更加耻辱的事情呢 现在 我估计已经成为了 整个妖族的笑柄 我们的晶儿 是上古九尾天湖血脉 现在还未成长 非常需要你 只要我们把晶儿培养好 我们月活一族 就有一线生机 妖尊原本绝望的眼神中 有了一抹希望 表情开始慢慢变化 最后大声说道 对啊 我还有精儿 我月活一族 还有希望 月活尊者牵动伤势 一口淤血吐了出来 月活连忙上前 扶住了他 月活尊者轻轻说道 扶我起来 我要疗伤 我要疗伤 日后 我们不再干预 人妖两界大战 隐藏起来 收冷残存的月活一族 至于报仇 算了 就这样吧 此时 正在银令门钓鱼的徐凡 忽然感觉到 缠绕的一丝因果 就这么散开了 啊 这是有什么人把我忘了 一道光幕出现在 徐凡的面前 上面正是两接通道 另一头妖界的景象 徐凡命令道 调动十八座真妖星 和三千座天机武器卫星 覆盖四大族所有领地 已经覆盖了百分之五十 未来三天将全部覆盖 再过一段时间 等第二座轨道炮炼制成功之后 再灭掉另外三族的圣城 明白 目前现在妖族与三族打拉锯战吗 对 宗门傀儡旨在妖界两界通道处防守 把天魁师派出去 打仗练习技术 另外 等到林森仙城妖族 彻底清理完防线之后 开始实行巨城计划 现在林森仙城周边的几座仙城都被灭了 也就是说 现在林森仙城已经被四面包围 所以徐凡不敢把手中的大杀器派到妖界中 此时 傀儡带着被封印的重水圆刀 来到了徐凡的身旁 啊 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也是时候 该让仙旗认初凡为主了 第二天 竹风一处绝密的道场中 上面布满了仙闻阵法 徐凡 展灵 李星辞和苏冉天 全部盯着仙闻法阵中心的李初凡 李初凡人小鬼大 师祖 爷爷 爹娘 不用担心 凡儿很坚强的 师祖这么厉害 一定不会让凡儿出事的 徐凡笑着说道 哼 小金灵鬼 师祖这是给你找了个保镖的 展灵笑道 大长老 你这个阵势 不仅仅是为了让仙旗认初凡为主吧 李星辞和苏冉天也看向徐凡 他们也感觉真是有点大了 徐凡笑了 这只是奇异 更重要的是 我要激发这仙旗的灵智 让他和初凡一同成长 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可以自行救助 到时候 初凡能够操控重水原刀 便可以达到人气合一的境界了 李星辞行李说道 谢谢师父 徐凡摆了摆手 四人退到了仙门法阵之外 徐凡手结法印 一道道玄妙的仙门 化成字符 融入到了法阵之中 占据整座道场的仙门法阵 开始散发凝光 重水原刀 也出现在了李初凡的头上 随着法阵微微一震 所有法阵开始收缩 仙门向着李初凡的体内融入 李初凡的脸上 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仿佛脑子里 被强行塞入了什么东西 徐凡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初凡 静心凝气 心中观想 听我法觉 大道如道 崭心崭身崭神 以心欲道 李初凡痛苦的表情 慢慢平复下来 并且闭上了眼 仿佛在感悟着什么 三个时辰之后 法阵中的所有仙闻 已经全部融入到了李初凡的身体之内 重水原刀也和他融为一体了 徐凡笑着说道 好了 再有半个时辰 他就能醒过来了 你们无需担心 麻烦师傅了 没事 现在初凡的资质比当初要好一点 以后专精刀刀就行了 另外一边 展灵还在一脸的陶醉 还没有从徐凡传授的那个刀刀观想心经中醒悟过来 徐凡笑着说 展灵长老 别陶醉了 这刀刀铸鸡心经对你是没用的 展灵回过神来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 我当初要是有这个刀刀的铸鸡心经 也不至于后来被人追着屁股烧呀 徐凡笑着说道 哼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嘛 想这么多干什么 哎 好想时光轮转 重新修炼一番呀 听到展灵的话 徐凡翻了个白眼 他还想时间快进一个几千年 直接晋级大城 智霸修仙剑呢 能行吗 晚上 徐凡手中盘着时光水晶球 看向星空 不值得再想些什么 徐刚的身影 出现在了徐凡的小院中 行李说道 师父 你找我 啊 来了 今天给初凡的孩子 掀起认主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徐凡说着 拿出一个五色手串 丢给了徐刚 这是 这五个珠子啊 是由五种 仙气级别的灵矿凝炼而成 你带着手上日常把玩 以神识 以及自身的灵气运营 当你大成之后 为师就用这串珠子 给你炼制仙气 就只有我有这个 一碗水要端得平 你那些尸体都会有的 徐凡躺在躺椅上 又换了一个姿势仰望天空 继续盘球 师父 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 第356章 徐凡瞪了他一眼 让你盘着你就盘着 哪来那么多废话 不给你们 难道为时便宜别人啊 遵命 并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 徐凡又给徐刚解决了一些 修炼上遇到的问题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徐凡的眼中闪过一抹玄傲之色 手中出现了六枚铜板 轻轻一挥手 铜板落在了地上 他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啊 终于能清闲下来了 三个月之后 钢铁长城之上 一艘大行灵钟满载回归 大行灵钟落到了指定位置 从上面走下了两架 化神器的刀客基础傀儡 他们身上已经被妖血浸透了 中年屠夫兴奋地说道 大哥 这次咱们这一灵钟的化神器 妖族事故 能不能换一架化神器 天道顶配傀儡 展灵笑着回答 你这算术是怎么学的 一灵钟也只够换一件顶尖的 精品宝器灵刀 至于傀儡还早得很呢 好吧 那就先换灵刀 此时 已经有大量的后勤傀儡登上灵钟 开始在冷库中盘点妖族尸骨数量 在灵钟停靠场上 一些狩猎回来的天魁师 都在一脸敬畏地看着那艘大行灵钟 只有游戏中最顶尖的五阶天魁师 才能有实力租赁这种大行的灵钟 这时天空突然暗下来 一支由数百艘中小型灵州组成的舰队 缓缓向着灵州停靠场 慢慢地落下来 展灵笑的 哼 原来是女军神回来了 我说派头怎么这么大呢 女军神的确厉害 数万名天魁师 被他指挥的形同一体进退一致 明明都是三四阶天魁师 却敢围剿有化神机要素的大部队 庞大的舰队落地之后 一架罕见的指挥型傀儡 从一艘粉色的灵州上 在众人的拥护下走了下来 旋即整座停靠场上 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看着中年屠夫出神的样子 展灵笑了 怎么了 眼红了 那倒没有 我在想 他会不会阻拦我购买化神器 天刀顶配傀儡的进程 以后有可能 但现在肯定不会的 展灵说着 整座林森仙城区域多大的范围啊 妖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清脚丸的 这时 两人的傀儡上 响起了一声叮当的声响 于是这临时到账了 还真被大哥说中了 只能下把领刀换了 展灵拍了拍中年屠夫 然后就下线了 以领导 凡人俱成之中 一座三进的大院之内 中年屠夫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他一出来 就看到儿子李雷虎 在水池旁闷闷闷不乐地坐着 怎么 又被打屁股了 李雷虎有些愤懑 天 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怎么可能老是被他打屁股啊 这一回 我赢了 那你怎么这么闷闷不乐的 我报仇了 我已经能打过那个小木头了 只是打过之后 我感受不到报仇的快乐 厉害啊 儿子 你怎么报仇的 他打我的屁股 我当然是要打他的屁股了 李雷虎说着 一手做了一个撩裙子的动作 另外一只手就模拟起了打屁股的姿势 中年屠夫原本高兴的表情一下就愣住了 李雷虎还在郁闷地说呢 可是爹 我打完之后 他就捂着脸 哭着跑出了擂台 说我什么 欺负他了 台下那些观众的弟子 也都是用那种不善的眼光看着我 尤其是那些女孩子 爹 他们这是怎么了 中年屠夫很想告诉儿子 这么做是不对的 可是他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 这时候 中年屠夫的妻子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堆的礼品 以及补品 刚好你爹也来了 咱们一起去哪个小姑娘家 李雷虎有些发症 娘 这是做什么 我又没有做错 听你娘的 中年屠夫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两人带着垂头丧气的李雷虎 来到了林末晚的家里 林末晚他老爹一见到李雷虎 差点没撸起袖子动手 要不是读了半辈子的圣贤书 不允许他这么干 现场早就已经混乱起来了 进来吧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带着雷虎过来道歉的 你钱都是背打 我没想到 这个臭小子能打过贵千金 听到中年屠夫的话 林末晚他爹铁青的脸色 终于慢慢缓和下来 想了想 之前确实是自己闺女不对 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以前不知道 要是早一点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训斥小女一顿 没事没事 俺家的臭小子 皮后惊得其他 贵千金在哪里 让臭小子亲自去道歉 小女在后院 去吧 去吧 好好跟人家道歉 中年屠夫拍了拍李雷虎的肩膀 李雷虎不情不愿 起身向着后院走去了 来到后院之后 李雷虎看到了正在练习法术的林末晚 虽然魏马十六岁 可是身段已经出现秀丽 林末晚停下练习 看着李雷虎生气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 我 你 对 对 对不起 纳斯本来是想嚷嚷你 不打你屁股的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对我 以后我不会留守的 哼 你算了吧 你已经打不过我了 以后你休想再打我屁股 下次比赛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让你 哼 那就不用下次 你这后院挺宽敞的 咱们现在比一比 怎么样 好 于是乎 正听聊得正憨的时候 后院又打起来了 众人都是色变 唯独看着光目的徐凡 乐得哈哈大笑 第357章 第二天 一号分身来到了徐凡的身旁 本体啊 鬼道炮和沛腾的真妖星 已经炼制完了 啊 好了吗 那 最近正好无聊 咱们去腰界那边看一看如何 一号分身笑眯眯的顶头 我把鬼道炮和沛腾改造了一下 你到时候可以试一试 说着 一号分身递给徐凡一个空间戒指 转身离开了 徐凡翻了个白眼 你自己生起来不就完了吗 还嫌烦 还来找我 他摇了摇头 吩咐道 葡道 接管全线 把这座轨道炮弄到腰界去 试试他的威力 一号说的新功能到底是什么呀 主人 你看这里就知道了 葡道说着 用灵力凝聚成大手 指向某个方向 徐凡顿时惊了 他的天元火精呢 那东西他根本就没舍得用 一号分身竟然给他炼了 徐凡看着镇妖星上 镶嵌的火红的天元火精 心中有些无语 他还想着能等炼制仙气的时候 给那些准备飞升仙气的徒弟们用呢 这玩意儿 是徐凡扫道三足的时候发现的 价值仅次于他日日把玩的时光水晶球 过了一会儿 徐凡平复下来 挥手让葡萄控制着镇妖星 带着轨道炮向着天空飞去了 唉 一号分身绝对是故意的 徐凡咬着牙 随后把那些仙气级别的灵矿封存起来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用 他手中盘着时光水晶球 还好我没把这玩意儿放到宝库里 要是这个宝贝让一号炼化 那不是完蛋了 这玩意儿是徐凡以后炼制 高级时间小屋的核心灵矿 现在只是剩下的灵矿不足 所以徐凡没有着手炼制 唉 也不知道极空之欲 人族轨道上的星辰 有没有人交易 要不然只能去妖界看看了 这一次剿灭月湖圣城 让徐凡知道了 妖界大族的底蕴 真是大开眼界呀 在他的心中 妖界圣城的宝库和资源 已经画上了对等的符号 葡萄汇报道 主人 现在轨道炮已经到了妖界 主人可以盘点一下 宝库中仙气级别的灵矿 一道光木出现在徐凡面前 徐凡扫了一眼 有些淡淡 我的风牙石 唉 算了 速度快点 也没什么错 不到 让混铁猿猴 帮我炼制一架合体器的傀儡 去妖界的时候要用的 操控炼须傀儡 去妖界玩耍的话 万一碰到妖尊 可就没有逃跑机会了 明白 现在已经下发任务 此时 妖界某处荒凉之地 一座庞大的妖族圣城正在建立 城门上 写着公平秩序 宛族平等的字样 在已经快要建立完成的妖族之城中 汇聚着各种小族 以及异种的妖族 他们全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妖族城市中 一对对混铁猿猴模样的傀儡 在到处巡逻 最高的实力有炼须器 一座高塔之上 地精蜘蛛看着原本在一起会相互自杀的小妖族 在一起相互交易 原本是生死仇敌的两个种族的妖族 也可以相安无事地吃饭 眼神有些出神 其实这样也很不错 前提是维持秩序者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 现在周围几万里的小族差不多都被我们震慑了 下一步干是吗 地精蜘蛛回过神来 满脸斗志地看着傀儡说道 剩下的就是维护这座城市的秩序 形成公平的交易中心 并以此为中心 向周围十万里的区域扩散 收集主人所需要 以及以后可能需要的灵况 葡萄一号 你有没有想过 把妖界所有地方都变成这种模样 我的任务是自保和储存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我的任务范围 那你的主人 会不会建立一个这样的妖界 主人的事 我不会妄加揣测 好吧 现在我知道了 你的主人肯定是那种 上古大妖 特别厉害的那种 要不然也不会施展出那种 已经失传的神通 狮龙魔珠的虚影 在地精蜘蛛身后显现 有了这门神通 遇到炼虚妖族 他也根本不会怕了 希望他能把妖界 全部建立成这样的事件 这时 远处落下了一道红光 随后爆炸开了 又有不开眼的 合体骑妖族过来找事 扯得多少次了 还是不死心 过段时间 妖族之城彻底稳定下来后 需要你去成立护卫队 收纳小卒为巨城班底 明白 这个我拿手 突然 傀儡猛然看向天空某个方向 葡萄椰好 你怎么了 我收到了主人的信号 你要去找你主人吗 不 主人命令我在这里守候 我们相隔的距离 实在太远太远 地精蜘蛛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感觉到 这是他出生中最有意思的时光 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新鲜事物 尤其是妖族之城建立之后 让他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葡萄一号每天做的这些事情 让他有些痴迷 他感觉 自己已经离不开葡萄一号了 希望对方的主人永远不要出现 这时 妖族之城中 唯一一座妖族的妖气铺子 已经开门了 无数等待的妖族 第一时间涌了进来 他们一进来 就拿着各种天才地宝 各种珍惜的灵矿 去前台兑换一种叫信用点的东西 随后进入内部 疯狂地购买适合本族用的妖气 看着光幕中抢购妖气的妖族 地精蜘蛛有些无语 你这样有得赚吗 在妖族中 一般的小族想要得到一件适合自己的妖气 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大族圣城 或者领地中购买 而且价格奇贵无比 一件很普通的妖气 需要花费妖族几十年的时间 去积攒灵财和灵矿 所以在一般的妖族眼中 妖气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炼须傀儡笑着说道 按照主人留下的标准定价 不会亏的 妖族之城的地下基地中 数十万傀儡在参与妖气的炼制 一件件相当于人族宝器级别的妖气被生产出来 虽说在一般的炼骑士眼中 这都算作是最一般的法宝 除了坚实难用之外 没有什么亮点 可对于那些妖族的小族来说 已经足够了 地精之珠说道 对了 我要的妖气 你什么时候给我炼制啊 你是妖族之城的掌控者 不需要战斗 天空中有两座镇妖星 和数千座天际武器卫星保护你 你用不到妖气 尹领导 正在悠闲地躺在云间推演公返的徐凡 收到了葡萄的汇报 主人 妖族那座镇妖星所发射的信号已经被接受 正在等待回传信号 那边距离多远 差不多横跨整个中心大陆 那不是玩独子了吗 每个几十年估计见不到面了 如果消耗大能量破开封印 可以短暂开启传送阵 现在只等那边传回消息 等待确定具体位置 嗯 没什么意义 再说了 哪有这么大的能量 去破开传送阵呀 为了这个 不至于 徐凡有些无语 真的如果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说不定他早就飞升了 到时候 还不如多教几个徒弟呢 主人 以现在的速度 想要达到那种能量的输出 需要九千年的建设 哦 怎么比上回计算的快了四千年 因为所发现的灵矿 以及合金种类变化 使其效率大大提高 啊 明白了 与此同时 引灵门炼气风中 向云正在看着二铁手拿一把宝气灵锤 敲打一把未成型的灵剑 二师弟 你所打造的宝气灵剑 品质都非常好 虽然都是宝气二节 但其微能 不辞于宝气四节的灵剑 前段时间 向云想来炼气风找为炼气师 炼制几把作为核心剑阵的灵剑 无意中就看到了正在用锤子锻造灵剑的二铁 一位剑阵之道的修士最大的幸运是什么 用之不尽的灵剑 一位能快速炼制优质灵剑的炼气师 这两者 向云全部遇到了 向云师兄不要吹碰我了 我现在只是能打造一些灵剑灵刀之类的法宝 与炼气风其他师兄来比 我什么都不是 不要妄自菲薄 但是你这一手打造灵剑的本事 就够天下剑修 高看你一眼了 向云师兄说笑了 随着二铁最后一锤锤下来 灵剑见光流转 宝气三节灵剑成形 二铁把灵剑递给了向云 向云师兄 这是第二十三把灵剑 谢谢你照顾我的生意 二铁知道 在宗门宝库中最不缺的就是法宝 从最初的法器到最顶尖的道器 那都是有的 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 在宗门宝库中全部都能看到 据说在宗门一个神秘的地方 有数百位炼气师专门炼制法器 所以在宗门中最不值钱的 可能就是炼气师了 还有77把零件 尸体加油 向云笑着 把积分给二铁转了过来 向云师兄 多了 多了就算你辛苦费 你炼制的灵剑 比这一般的灵剑 多了一丝特别的威能 物超所值 向云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几袋 食堂特制的深海虾片 听说令妹喜欢这种吃食 所以就买了一点 家妹的名声 已经传到师兄那里去了嘛 这时 一艘小仙灵舟停到二铁洞府的门口 二远蹦蹦跳跳地跑下来 见过师兄 什么也好 二远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几袋深海虾片 啊 谢谢哥哥 我最喜欢这种深海虾片了 可惜 主风的师父不经常做 哎 没大没小 这是向云师兄专门给你带的虾片 还不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赠送虾片之情 二远永世不忘 二远二话不说 扑通一下就跪下来 向云立马扶起她来 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好吃的小师妹 哎呀 严重了 严重了 嗯 师兄 你是个好人 一直到向云离开 二远还是恋恋不舍地看向她离开的方向 也不知道向云师兄下次会给我带什么 我应该怎么感谢他呢 二远有些头疼 圆儿 以后要是有人拿着美食或者那样的灵嘴让你当他道理 你可不能答应 哥 我只是喜欢吃 又不是傻 二远白了老哥一眼 回到房间里了 此时 向云正在返回小院 准备收拾一下出任务的时候 突然看到下方云花鹿 从空间裂缝中走了出来 嘴里还叼着一把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灵剑 葡萄 刚才那一幕看到没有 已经检测到 谢谢提示 奖励一千几分 一千几分 不多时 那把剑就出现在了徐凡的手上 感受着剑的材质 徐凡有些意外 以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竟然鉴定不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材质 徐凡伸出手对着剑重重一弹 内有万钧之力 一道奇怪的声音响起来 似在叹息 似在呻吟 这里面好像 内生一个空间呀 小花说是在一座封闭的宫殿中找到的 这会是什么东西呢 第359章 我就知道 问了也是白问 徐凡挥手放下了云花鹿 让他自己去玩耍 嗯 先放到宝库中 我都看不出申请的东西 一定不是饭物 徐凡说着 就放下了手中的剑 拿起时光水晶球日常盘起来 而这时呢 时光晶球突然破碎 化成金沙向着那把剑融了过去 原本灰黑色的灵剑身上突然冒出了一丝金光 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 犹如黑洞一样 把徐凡直接给吸进来了 一时间 徐凡所有的徒弟都收到了消息 警告警告 主人遭受到无法估量的意外攻击 现在启动紧急预案 不多时 引领导各处升起了五道顿光 向着徐凡刚才的位置急速袭了过来 徐刚 徐叶仙 王向迟 李星辞 还有周开玲 徐刚急忙问道 师父怎么了 一道光幕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上面正是徐凡被吸入到零件的场景 李星辞快速问道 一号 二号师父在哪里 都在地下空间 此时已经陷入一种混沌状态 是因果关系彻底断开的象征 目前 无法得知主人是生是死 无法确定生死 那师父一定活着 可能是这把剑中 隐藏着一处秘境 把师父困住了 月仙说道 现在应该怎么办 王向迟有些六神无竹 徐刚看着天空中的灵剑 眼神坚定 等 一个月之内 要是师父没有出现的话 我们想办法带着这把零件 去长老会在极空之狱的星辰中找人求援 这件事交给我 李星辞刚想有所动作 一道徐凡的虚影出现了 师父 都别慌 看到这段光影书的时候 说明维师被困到一处秘境出不来了 而且分身也隔断了联系 你们不要为维师担心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会儿 葡萄会给你们各自的传承御蝶 里面有五星爵最终版本 和相匹配的神通 足够你们修炼到大成 维师在消失的那一刻 坐门地下空间的那几位妖族练器宗师 会为你们练制维师设计好的全套道器 你们现在都是大孩子了 维师能帮你们的 就只能这么多了 要是维师在你们飞生前 都还没有出来的话 不用等维师 那时候 只要维师没死 咱们总会在大千世界相遇的 唯一可惜的 就是没能在你们飞生前 给你们一人练制一套仙器了 徐刚等人泪流满面 全都怪自己以前 怎么不多陪陪师父呢 徐凡的虚影摆了摆手 好了 宗门的事情交给葡萄正常运行 你们轮流做长教 也就是出个面的事 如果维师十年之后还没能出来 葡萄会放出维师的第二段光影图的 都散了吧 徐凡虚影消失不见之后 徐刚突然问道 葡萄 你维您的载体是什么 我一开始就与宗门器运绑定 第一权限是主人 第二权限是你们 第三默认权限为引灵门长教 我知道了 我们轮流守在这里 一人五年时间 众人说完都没有走 而是守在这里 感觉徐凡下一刻就会出来了 此时 在一处未知空间中 徐凡看着眼前的黑影 多少万年了 终于有人过来陪我了 一道古朴沧桑的声音响起来 仿佛如百万年未冻的石像开口一般 每个字都代表着数百万年的光影 不过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刚才这把圆中之剑打开的一刹那 我感受到封印的法阵已经不见了 再过百年 我就能破除这把破剑 你知道吗 这把圆中之剑之内 时间流速和外界不一样 外界一年 这里就会度过百年 企图用时间消磨我的灵质 真是可笑呀 我古妖天路 岂会向着区区数千万年的光影屈服 我古妖天路 永恒不灭 徐凡听到这话 眼睛都笑得弯起来了 还有这种好地方呢 啊 外界一年 这里百年 那不爽歪歪吗 这黑影看着徐凡宁笑的 陈祖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 你可以去死了 放心吧 我会慢慢地折磨你 毕竟 一个人待久了 也是挺无聊的 徐凡淡定地摆了摆手 你可以继续感受一下 啊 不只是还有几百年 刚才这园中之剑呢 吸收了我的一件时光质宝 估计再有个几千年 不成问题 听到这话 黑影一下就愣住了 最后一道奇异的妖力波动 扫过了整个空间 封印的时光之力增强了 黑影发怒了 有些颠矿地在空间中 变化成为各种怪异的形状 看起来相当的诡异 还有四千年才能破除封印啊 这一下 他真的有点绝望 忍耐都已经快到极限了 离智马上就要被这时间消磨殆尽 一时间 黑影变化成为各种形状 开始翻滚无比 徐凡呢 趁着这个功夫 回过神来 观察一下这个小空间 犹如一个足球场大小 高空摆帐处有天花板 整座空间天地是纯净的白玉组成 散发着柔和的白光 和空间中封印的黑影 形成鲜明对比 徐凡笑了 这周围环境还不错嘛 是一个闭关修行的好地方 好啦 淡定一点 你说几千几万年都过来了 还差这么一点吗 黑影猛的一顿 看着徐凡摇了摇头 一区区一个原因 最多只能让我折磨几百年 唉 你无非就是一个玩具 质量还不太好 徐凡笑眯眯地看着他 别光想着折磨呀 这个封闭的空间 法则很健全的 利用好了 我是会晋级化神的 说不定能陪着你 冲出这个园中之间呢 可我还是感觉 折磨你有意思 唉 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啊 我让你看点 更有意思的东西 一道徐凡专门炼制的 投影玉璧 出现在黑影面前 上面出现了很多 画风奇怪的小人 玉璧开始放出声音 从前 有妖狐作祟 妖狐生久尾 弧动起尾 则山崩地裂 百姓深受其扰 因此聚集忍者 这东西一下就吸引住了黑影 他出现在徐凡的身旁 好奇地问道 有点意思啊 这只九尾小妖 虽然实力很弱 可是打出了我妖族的气势 这忍者又是什么东西啊 徐凡心中想着 该怎么脱离这里 随口应付道 忍者就是和修士差不多的 呀呵 竟然把这只妖狐 封印在了婴儿体内 这个故事 挺有意思的嘛 最后是不是 这个小男孩 化作九尾妖狐 把这个忍者村子给灭了 第三百六十章 就这样 徐凡陪着黑影 一直看动漫 期间还不断地 从空间戒指中 逃出灵果 递给黑影 呃 这是灵果吗 几千年万年都没有吃过了 黑影接过灵果来 啃了一口 发现自己只是灵体 瞬间又有暴走的趋势了 徐凡连忙说道 哎 你要是把这玉壁弄坏了 你就永远看不到动漫了 徐凡说着 拿出一枚玉剪 递给了黑影 我传你一套小神通 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味道 黑影没有说话 默默地接过了玉剪 看了一下 身体一阵变化 化成一只暴躁的黑熊 结果灵果吃起来 一阵压抑不住的舒服声音响起来 徐凡眯上眼 心中有了一丝猜测 巨熊吃完灵果之后 坐到徐凡身旁 开始看起了动漫 时不时吐槽一句 说他要是黄毛小孩 有了修为 一定先把这破村子给灭了 一个月之后 徐凡终于陪着他 看完了整部动漫 黑熊强行忍了好几回 把玉壁砸掉冲动 嘴里一直碎碎念着 这黄毛小子 怎么不把村子给灭掉呢 妖族之体 岂能和人族同流合污 最后还成了村长 真是我妖族之耻 徐凡好奇地看着他 哎 天鹿前辈 古妖一族不是妖族的仇人吗 黑熊一只毛茸茸的手掌 搭在了徐凡的肩膀上 相比妖族 我更恨人族 徐凡笑眯眯地 识趣地转移的话题 把第二部动漫拿了出来 看了几个时辰之后 黑熊狠狠一拍大腿 什么破玩意儿 换一个 徐凡心中想到 大意了 赶紧换吧 此时 园中之剑之外 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座 宏伟的法镇宫殿 法镇中央的主位上 正是园中之剑 宫殿下 只有徐刚在那里守着 春去秋来 转眼间 五年时间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 引领门仿佛停滞了发展 探索妖界的计划 变成了全面防守 在妖界探索的天魁师 全部撤回来 全力在林森仙城区域发展 只有斩灵 在葡萄的引导下 开着星舟 时不时到极空之域 采了一段时间的灵矿 宫殿中 徐刚看着主位上的 园中之剑 低声说道 师父 您从小在我眼中 就无所不能 仿佛世间一切事情 一定瞒不住你 徐刚从小是您看着长大的 正如我和月仙的父亲一般 我还与师父一同 飞升仙界 去看仙界大好风光 逍遥天地间 徐刚此生五大志 只想守护在师父身边 您强的时候 听您传授大道神通 徒儿强的时候 守护师父您的安全 这时 园中之剑突然开始 急速地震颤 天空中仿佛有万道霞光凝聚 无数异象降临 全部都是代表各种法则的 大道异象 这是有人在突破 这场景 好像在哪里见过 徐刚看着天空 园中之剑的震动 他已经很习惯了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震动一回 而园中之剑之内 徐凡带着已经驯化好的黑熊 正准备借助突破之时 天地异象融入到 园中之剑那一刹那 密室和外界空间打通 逃到外界去 随着天空中的异象 越来越融合 徐刚开始激动起来 因为他感觉到了师父的气息 葡萄 调动宗门所有领器 想办法加持到异象中 园中之剑中 黑熊感受着徐凡身上的气息 说道 这样真的可以吗 徐凡笑了笑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 把时间之力耗光再出去 嘿嘿 那也行吧 反正有徐兄弟陪着我 一点都不寂寞 还怪好玩的呢 园中之剑之外 斩铃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和李星祠夫妇出现在宫殿之外 这是谁在晋级化神呢 敢同时修炼这么多 不同大道的神通 这不是找死吗 这是我师父 这万道异象降临的异象 我只在我师父晋级的时候见过 李星祠有些激动 紧紧地握着苏染天的手 斩铃看向天空中万道异象降临的场面 越来越震惊 嘴里喃喃说道 仙道 仙道 魔道 佛道 妖道 鬼道 炼器炼丹 阵法 占卜 生命阴阳 怪怪 这可不是仙界大能转世那么简单了 莫非 徐长老师 某界的天道转世 悄悄告诉你 我也问过师父这样的问题 李星祠小声对着斩铃说道 眼中带着笑意 他也在异象中感受到了徐凡的气息 确定到了师父没有陨落之后 提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来 看着斩铃震惊的样子 李星祠哈哈笑道 我师父说 百万年后抱紧为师的大腿就够了 此时 万道异象开始向着圆中之剑汇聚 而在引灵门灵力加持之下 万道异象更显神韵 就在他们完全融入的那一刹那 一道灵光从圆中之剑中冒了出来 在其外化成了一人一雄 他们统一胳膊 张开手臂 感受着修仙界的气息 徐凡感慨地说道 雄二 咱们终于出来了 黑熊泪流满面 哎呀徐大哥 真的出来了呀 徐凡有如难兄难弟一般 拍了拍黑熊 黑熊一下就破房了 抱着徐凡嚎啕大哭 宛如受了委屈的孩子 见到自己的家长一般 徐凡呢 脑中思虑万千 在封闭的空间里 他原本以为住上几千年都不是问题 可他终究小瞧了之后 时间竞技之苦 差点诞生心魔 前一百年还好 他逗着黑熊玩 没事推演推演神通功法什么的 后来他就渐渐发现 这个古妖天鹿 有点不对 它是古妖的真灵没错 可是初代的真灵灵智 已经不知道在多少万年前 就消失了 现在的古妖真灵 按照徐凡猜测 至少是时代开外真灵诞生的灵智 诞生到泯灭 又经过数万年的时光 泯灭到诞生 继承上一代的记忆 经过数百万年时间 静寂之苦 不堪重负 选择自我毁灭 如今到徐凡遇到的这一代 只传承了天鹿这个名字 还有那一点可怜的记忆 也就是徐凡刚进来时 遇到的那点事 现在这黑熊啊 其实就如同一张白纸一般 徐凡进来的时候 他只是在故意吓唬徐凡 意图自己不被伤害 所以徐凡就如一个慈祥的老父亲 循序渐进地引导黑熊 排除这数万年来时光的流逝寂静之苦 随后呢 他用幻境带着黑熊领略修仙气的风光 带他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甚至还用百事神通 让他度过了一次完美的熊生 正可谓是再生父母也 感谢观看